百折不挠 从前有个人名叫乔璇 性格刚强,饥饿如愁 有一天,他生病在家,卧床不起 饮食难尽 为了安静的休养 便叫他刚满十岁的儿子到门外去玩耍 不多时,儿子大哭大叫着被人拖进门来 乔璇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伙强盗把儿子紧紧绑住 强盗手执明晃晃的大刀 对着乔璇吼道 快拿出钱来赎儿子 不然我就把他劈成两段 乔璇面对强盗的威吓 毫不屈服 过了一会儿,当地的武官杨求闻训 带领一队官兵赶到桥下 杨求怕强盗杀害乔璇的儿子 一直不动手捉拿强盗 乔璇见状怒目而视 并大喊道 赶快捉拿强盗 难道怕伤我的儿子的性命而放走坏人吗 武官杨求闻声震惊 奋力上前捉拿 官兵尚未尽身 强盗大刀一挥 咔嚓一声 乔璇儿子的脑袋就搬了家 乔璇这种在盗贼逼迫之下不屈服的精神 为后人所称道 后来人们引用百折不挠来形容意志坚强 无论受到多少挫折都不退缩或屈服